接下来这个车主呢也很倒霉 而且记性也不太好 这是台北一名汽修厂的业务员 他把百万爱车送到洗车厂洗车 才刚刚离开就想起 他的副驾驶座上还有一个用纸袋装着的18万货款 他赶紧打电话要店家给留意 不过呢一名员工就说 没看到钱他已经把纸袋当成垃圾丢了 让这名业务员气得控告店员偷窃侵占 而警方也受理正办 洗车厂老板无奈的向记者诉苦 因为有熟客把百万名车开来店里洗车 不过却怀疑车上的18万元现金被一名店员偷走 客人和店员各有说法 不过这吊钱的过程还真的是扑朔迷离 他这样跟我们客人讲 他真的不知道我有看到这包装 但是我画这包装面是怎么办 原来在9月26号下午 一名诚信业务员把自己的爱车B&W Z3 开到板桥长江路上熟视的洗车厂洗车 他人才离开想起车上留有18万元的现金 用牛皮纸袋包着 他急着赶回现场 不过店员却说没看到钱 以为纸袋是垃圾早就丢了 业务员气得闹上警局告店员偷窃 警方钓越监视器没有发现店员丢纸袋的影像 在他身上也没有找到现金 警方依法将店员一切到最寒送 不过谁对谁错 这消失的18万还真让人 废异所思 这些软件的事是